好 各位優秀的同學 那我們來上一下 這個寫網頁的第二節課 那我們上一節課 寫網頁 我們已經知道UI跟Server 分別是怎麼運作的 然後我們學會了Conditional Input 顯然就是還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我們是還沒學的嘛 那當然就是 這節課我們先介紹一些 我們再多介紹幾個 就是重要的功能 然後在下一節課 我們會完整 我們才會完整的介紹所有的UI 然後在下一節課才會介紹所有的Server 的Function 那今天我們要 介紹的第一個重要的Function 是要上傳檔案 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可以思考這件事情 你寫出來的網站 你是想要跟使用者做互動 對不對 那如果使用者的互動 都只能夠在網站上面用輸入的 他沒有辦法上傳一個檔案 上傳檔案 你就可以進行批量的處理 對不對 如果他都只能夠用輸入Data 那就很多很多功能就會很受限 所以說 File Input是我們的第一個最重要的功能 我們要學習怎麼樣 把這個 等於說檔案 讀進這個Web裡面 然後讓他去做後續的運算 好這一個是 請你下載練習用檔案 並且這樣的一個 我們現在先把它打開 這樣是一個讀檔的標準流程 我想大家應該 這是14克嗎 我們來看一下 13克嗎 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個是一個標準的 這個讀檔流程 我想大家應該不會覺得太難 這是一個TXT檔 讀進來之後是一個表格 讀進來之後是一個表格 好那接著 我們如果對這個表格 這個檔案進行 Summary 那你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這就是 等於說 重點就是 你把檔案讀進來之後 看一下他的前十行 然後再看一下他的 Summary 那這兩個其實不是重點 因為我等一下要教的重點 是如何讀檔 在阿源裡面讀檔 這件事情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你要找到他的路徑 然後之後就把它讀進去 對不對 好可是在Shining裡面 那顯然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那麼容易 因為使用者的 本地路徑 這件事情你其實不知道 對不對 你要我 我要知道了 本地路徑 我才有辦法讀檔 對不對 所以阿他的設計其實是 有一點複雜的 我們現在直接來貼個 我們直接來貼這個 我先下載這個檔案 我先下載這個檔案在桌面 好 來 我跟大家講 你學寫網頁的時候 一律就是先複製貼上 或者說我們不要講 寫寫網頁 學寫程式的時候 一律都是複製貼上 這個很久以前 就學過這件事 先看範例 長成什麼樣 再改成我們想要的樣子 好我複製貼上完了以後 我就按ROM 好這邊是不是 有一個Upload your data file 那你可以點開 然後你可以在桌面這裡 找到剛剛的檔案 找到剛剛檔案 點上來之後 他是不是就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然後 這邊 這個動的時候 這個行數會變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接著 我們了解這個功能之後 我們來解析一下 現在我們的UI跟Server 好 我們先看我們的UI UI比較簡單 我們先仔細看一下這個 這個介面 這是一個 那個 那個就是Page with Sidebar Panel對不對 就是 左上角應該是一個 這個 就是 標題 然後左邊應該有一些 控制列 這邊有幾個控制元件 應該是 一個File Input 對不對 然後這邊有一些 help text 這邊在下面有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slider bar 我們來仔細看回來 來 這裡是不是你的 這個 就是header panel 這裡是不是有三個元件 分別是 file input help text 跟slider input 這樣可以嗎 然後你的 man panel這裡是不是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他 一個是他 這樣可以吧 好 這個上個禮拜我是不是教過了 這個上個禮拜教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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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你仔細看它是什麼 這個 Verbating text output 這個我上個禮拜教過 它出來的東西就是 這個我們阿圓裡面跑出來的東西 對不對 可以嗎 這個slider input 上禮拜也教過了 help text 上禮拜也教過了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新的這個app 它新東西 只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file input 一個是table output 這個table output 它出來的東西長這樣子 你就是 你就知道它是一個table 對不對 好 那這個file input的話 我們來好好學一下 files 這個東西 它顯然是 丟到server端裡面 它要叫的名字 它叫的名字 就叫files 這樣可以 然後 這個顯然是要給你看的字 這不重要 後面有一些參數 什麼multiple 是force accept text plan accept text plan 是這個樣子 我來把它關掉 你仔細看 我再開一次給你看 你看個差別 我現在在這裡選的時候 我在桌面 是不是只看到了 example example 是一個txt檔 剩下就是一堆資料夾 對不對 如果我把這邊打開所有檔案 你看到的是不是就是 你也可以上傳什麼 這些有的沒的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如果你把這個刪掉的話 你看到的就是所有檔案 這樣了解吧 就是因為它不知道你要限制什麼東西 好 所以了解 了解剛剛那一行是在做什麼 那個是幫助你選 幫助你選擇 那個就是 幫助你選擇這個就是 這個 這個 就是幫助你選擇 到底要選檔案哪一個比較快 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 UI端的部分 UI端的部分 大家可以了解了吧 應該沒有人有問題吧 那我們繼續到Server端 Server端的格式 我先再強調一次 Server端的格式都是這樣 都是 output的xx等於什麼 output的xx等於什麼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因為這裡只有兩個output 只有兩個output 所以我們一定是從 summary跟view 開始去寫 Server端的這個函數 好我們來看 output的summary 等於random printer 這random printer 跟這一個 是相對應的喔 你要用它 你在後面就用random printer 這個我們在上節課 有去特別強調這一點 好接著你要用table output 那你在這裡就要用random table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接著裡面 來 if if input file 現在是空的時候 現在是沒有東西的時候 我就return you have to upload your data 所以你看在最開始的時候 他講這句話喔 這樣懂我意思嗎 然後 else else就是這個字 你有上傳檔案嗎 else就是讀檔 注意讀檔是 input files裡面的datapath input files裡面的datapath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 你這樣子一大串 才是他的暫存路徑喔 這個字是不能改的 這個字是不能改的 files裡面有很多東西 那 files裡面有很多東西 那我要怎麼看files裡面有多少東西 我來跟大家講個小技巧 然後可以把這個關掉 然後 我們直接print input files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run app 我們現在上傳一個東西 所以你看他裡面有多少東西 他裡面有name 有size 有type 有datapath 這個type非常重要喔 為什麼 因為你下一次想要上傳其他檔案的時候 你又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你又不知道他格式叫什麼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試著 上傳一個其他檔案 你這次你認為應該要上傳Excel 這個檔案太大了不能上傳 我們找個檔案小一點 這個維度阻擋 看到了嗎 他在type這裡 他在type這裡是不是就是一些一個奇怪的名字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因為你不可能知道所有檔案他的名字到底是什麼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 這樣大家會 我剛教的這個小技巧是大家利用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在寫webapp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就是我們以前寫阿源的時候是交固的對不對 就是我這一行打下去 不管怎麼樣他都會給我一些結果 對不對 然後我可以去拆解他裡面的東西 所以在shiningapp裡面你想要拆解裡面的東西 請你使用這一個跟random printer的組合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你這樣就可以把裡面的東西給拆解出來了 好 那這只是一個小技巧 重點是你把data讀進來之後 接著你就可以summary 然後你就可以把剛剛那個summary的結果弄出來了 對不對 好下一個random table一樣 先把先確定檔案是不是 先確定是不是檔案是不是論 如果不是論的話就讀檔 讀檔完直接head head完除了data以外 最重要是inputn inputn就是你拉的這一條吧 好 所以經過我這樣的解說之後 我想你應該非常了解到底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app到底是如何運作 你可以抄了嘛對不對 好 練習1 練習1什麼勒 請你直接先把這個貼起來 然後run一遍 run完之後 我給你3 我要增加一個功能 你要增加什麼功能勒 來剛剛 我們在這裡示範是不是 你讀檔完之後 你讀檔完之後 你可以用head 你可以用summary 把結果print出來 實際上你也可以直接用plot這個函數 把dataplot出來 就是把這個檔案畫出來 然後我希望你加在下面這裡 我希望你加在下面這裡 就是加一張圖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在這裡加一張圖 那你除了在這裡加一張圖以外 因為你可能要選顏色 你選顏色你就要在這邊再多一個 選圖的顏色的radio button 你需要用到這三個函數 分別是radio button 為了要加選擇顏色 接下來是plot output跟random output 你需要這三個函數 如果你忘記了怎麼使用這些函數 我們上節課有教什麼畫圖 請你去上節課 上節課整份講義都可以抄的 可是你盡量先不要抄練習的答案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試著用這個來改 改出我剛剛想要的樣子 好那我們把這個時間交給你 首先 就是這一個UI跟這一個server 我想大家應該要可以開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 注意一下我的思路喔 我們需要增加一個圖 對不對 我們需要增加一個圖 那 這個圖裡面有一個參數叫color 所以我可不可以先把color這個東西擺上去 那我要怎麼把它擺上去咧 來我們先看到第12課這裡 第12課我們來找一下 到第12課這裡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要加radio button的話 radio button 這裡喔 這裡上課裡面有加過了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很簡單我們就直接貼過來 直接貼過來 好然後不要急我們就直接按run run之後這裡是不是出來了 對不對 雖然說這個字是錯的 不過這不重要 對不對 這個最後再改 這個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好 那下一個問題是 呃 我需要在這個server端 要給他加 我需要在main panel這裡 給他加一張圖的位置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加咧 上一節課其實也有這個語法可以貼 就是這裡 我們就plotoutput displot 這樣就把它貼過來 往下再加繼續用dote 點 好加 好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 是不是就有了 可以吧 好然後 在做server以前 有一個動作 我希望你們先做 就是以前齁 你們 我看你們很多 有一些人齁 他就直接開始 就直接開始了 我覺得這樣還是不太好 因為你先確定 你先確定這個displot 可以從 server端把圖叫過來 對不對 那怎麼做咧 來 我們剛剛在這裡 對不對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displot 這個我們就直接 複製貼上 好 不過當然你複製貼上之後 這邊有幾個問題 這邊你其實沒有obs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 你這邊可以改成 我這些參數我都不要了 我就改成500 這樣可以吧 他雖然就不會動 他就是每次就抽500個sample 可是 這樣我就可以確定 這張圖是進得來的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 然後按下叉叉 這是有圖 對不對 而且我改這個顏色 是會換的哦 這樣可以嗎 好 然後接著 那我就要把這個圖 把它換成 我想要那張圖 我想要的圖在這裡 對不對 這個對不對 可以嗎 那color我剛剛已經有了 我們可以直接把它貼上來 好 所以這color要改成 input color 這樣可以嗎 然後 這個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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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data在哪裡 這個data顯然是讀檔讀進來的嘛 對不對 那讀檔怎麼讀進來 我跟大家講 這個觀念很重要 你這裡 這裡這裡 這三個他們不共用元件哦 所以你必須重新在這裡再讀檔一次 再讀檔一次的話 你就要這樣讀 把檔案讀進來嘛 然後把這個data放過來 好這樣子再按下run 哦 你看到嗎 一開始有一些error 不過這不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 欸有圖嗎 有圖這樣可以嗎 有圖 好有圖 確實是有圖嘛對不對 好 所以說 這個error為什麼error 因為 你要去阻擋它 你要去阻擋這件事情 如果是run的話 如果這個 是run的話 我就不要讀檔 我就不要去執行後面的程式 這樣就不會有error了 然後功能是一樣的 好 到這裡為止 到這裡為止 這個 我希望你們到這一步 我等一下 五分鐘之後 我會再講解後面的 好 那個 除了你到這一步以外 我還想教大家一個新玩意 就是你有沒有發現讀檔我總共讀了三次 那這個檔案當然小啦 所以沒有什麼影響 那如果檔案大的話 這個問題就很大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到底要怎麼樣 讓這三個區塊 共用一個元件 這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 我們要學一個新的函數 叫reactive 這個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答案這裡 來這裡 有一個data等於reactive 你看它不是output開頭 它是data開頭 data reactive 好注意 注意這裡 你看reactive以後 reactive的意思就是 就是它 這邊只要有動靜 它就會 重做一次重做一次 所以這樣子 如果file不在的話 我就回傳論 else 我就把答案讀進來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吧 好 那在這裡我就直接 引用這個data就好了 我怎麼引用咧 data等於 這個 這個要寫這個 因為r圓裡面都是函數導向 所以這個data要寫成函數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就是你的data 那is known data的話 我一樣 you have to upload 然後接下來 這裡我就不要了 這裡我就不要了 我就不要讀檔 改成 data在這裡 然後is known data 等於true 就這樣改 就這樣改就可以了 好這樣可以嗎 就這個不要了 這個大家寫下來 好這樣你得到的 你得到的結果會模樣 你得到的結果會模樣 但是 他只要讀檔讀一次 當然你現在可能看不出那個差別 因為 因為他讀檔就是 這個檔案真的太小了 這樣可以了解吧 讀檔速度非常快 好 那所以說就是 這個是我在練習答案 所設計的一個額外的小 就是小改進這樣子 好那這裡我要教大家 我要完整的介紹 所有的互動元件 今天這節課的重點是 我們現在發現 我們需要元件 才能夠跟使用者互動 對不對 但是你並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種物件 所以你在這裡下載 基本物件範例 下載完了以後 會是一個 或是一個IR檔裡面有一個UI 一個Server 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們直接把它放到資料夾裡面之後 我們把這個 東西把它打開 Basic這個裡面 我們把UI跟Server打開 我們把原來的關掉喔 我們現在就好好學習一下 這個UI跟Server到底是什麼 好打開了以後 先不要去看它 看它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先把它按ROM 我們來看一下 好你看到了 是不是你看到 我們先把這個關掉 你是不是看到了 看起來有很多 動作元件 左上角 Action 按下 這邊是不是變1 2 3 4 這樣可以吧 接著 喔 就是有Single Checkbox 這邊是打勾 True跟False 回答True跟False 這裡是什麼勒 你可以選日期 進去就是日期 這樣可以嗎 來 File Input 這個我們早就知道了 這個我們已經學過了 進來出來就是那個檔名 好接著 來 這邊你可以多選題 其實也可以用 這樣可以吧 來接下來 Data Range 你可以直接給一個Range 不一定只是一個日期 這樣可以齁 來Data Download 按一下 哇這真的Download了一個東西下來 所以其實它也可以 使用者也可以Download Download東西 這樣可以了 好來這裡Radio Button Radio Button 這個我們學過了 原來它進去就是123 這樣可以齁 好來 Text Input 這裡就隨便你打 你打什麼字就可以進什麼字 Numeric Input 這個你也可以你也會嘛 對不對 好接下來 上面 有兩個 一個是Simple 一個是Complex 來Slider Input 這個 這個我也會啊 之前我就會過了嘛 對不對 接下來 你有沒有發現 哇這還可以給Range 原來還可以給Range 這樣可以嗎 好這個也看起來蠻厲害的 對不對 來這個最厲害了 這看起來沒什麼了不起的 對不對 欸你有沒有發現它下面有個這個 下面有個 播放鍵 按一下 它居然還可以這樣動 所以如果你有好照片 你要設計動畫 你是不是可以用這個方式啊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啦接下來 Select Box這個看起來也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啊 我們來看它變化還是很多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 一進來它就一定至少要選擇Default 在這裡 在你選以前 在你選以前它是沒有Default的 它Default是Nun 你選了以後就有了 而且你選不回去 你沒有辦法不選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來這裡 Multi Select Input 這個就是 你可以這樣子用Ctrl鍵多選幾個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可以這樣選 所以 如果你 不想 如果你想要順序的話 你就要有這個喔 你就要用這邊給它選 它231 這樣 它選出來的231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啊用 用那個就是 Backspace鍵 你可以把它刪掉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實際上它裡面是怎麼去運行的 來 這個UI Navbar Page 這個我們現在還沒交 這個我們先跳過 好不好 這個就是我們在呈現 就是它的這個佈局 就跟我們剛剛那個slider 那個page with sidebar 是完全不一樣的那個 那個 那個佈局 那個佈局嘛 好那我們來看 重點是這裡 欸你說這裡我們把畫面分割成三個等份 這邊就是我們都是下一節課在教的 我們這邊我們今天不學這個東西 今天我們學了這個來 submit button 這裡 這顯然就是這個字而已嘛對不對 好 接著 action button action one 然後labels action 所以你這邊看到的action 這樣可以吧 好 那這裡是什麼 喔這個就是把東西直接print出來 這個是不是我們慣用的伎倆 我剛剛前面有教囉 然後我們回到server端這裡 欸它其實就只是把 它其實就只是把action1裡面的東西把它print出來而已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說 這個 下面這個東西我就不解釋囉 因為下面這個東西它就只是把它print出來啊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好所以你按一下鍵它就是這個數字加1 再按一下就是再加1 再按一下就是再加1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好 接著在single check spot這裡 欸所以 check box input 就是single check spot 那我們來找這個check box group好了 這個check box input或者是check box group input 這樣可以喔 這兩個不一樣喔 一個是單選題 一個是多選題 好 date input date range input date range input在這裡 這個 我就不特別去展開介紹了 因為你需要的話 你應該是過來這邊貼它 你就是把這個東西存著 然後你需要的時候你就過來這邊貼它 然後你再看要怎麼用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然後接著 來 file input這個我們學過了 來 download input這個比較特別 這邊只有一個download button 按下去之後就下一個元件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們要回到server段去看 你看到嗎 這邊有個download tool download tool在這裡 這個是download tool嘛對不對 download tool在這裡 download tool 然後 file name 等於data csv 這個是使用者default 你要給使用者下載default的 這個 就是檔名 default檔名 來 contact這裡 data cost data cost 就是叫出 叫出 cars這個 這個檔案 這 R原裡面的一個內建 內建檔案 然後write.csv把它寫出去 就這樣而已 所以如果你想要讓使用者下載資料 你就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去讓他下載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下面這邊都沒什麼了不起的 我們來看這裡 Text Input Numeric Input 這個大概都很好學 我們來看這裡 重點在這裡 Sliderbar Input 這個就是標準我們使用的參數嘛對不對 好 如果你的value default 一開始的value就是兩個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會得到一個 你就會得到一個這種 Range Sliderbar 這樣配合 然後接著如果你的 你只要想要給他loop的話 你在這邊就要給他一個動畫的 這個 就是給他一個這個 額外的一個參數 然後這個參數 這個200代表是 你按下播放鍵之後 每200毫秒 每200毫秒前進一個 每200毫秒前進一個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 接著 這個 Select Input 這邊就是好多參數 標準的參數都長這樣 但是你一開始可以給他一個 如果這樣子的話 他選完了以後 就選不到他 他選擇了以後 這個東西就會不見了 好 接著 Sliderbar Input 就是這裡給他 True 這裡可以True嘛 對不對 然後這裡給他True 所以這邊總共有四個前進 Force Force True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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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e True Force True 所以你得到就是四個不一樣的 box 看你喜歡哪一種 就這樣了解嗎 好這就是完整的互動物件 好當然還會有其他互動物件 但是這已經把基本上當分的物件都已經涵蓋了 好接下來練習了 請你做一個APP 我現在直接指定喔 來 讓你先上傳使用者允許上傳範例檔案 範例檔案改成了這個 範例檔案還是原來那個範例檔案 好我現在變成開菜單喔 我不要給你 就是 我不要讓你從 你還是可以去前面抄 因為你總是可以從一個最近的開始抄嘛 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開始變成拆菜單了 它的第一個功能是 要讓使用者可以上傳範例檔案 這個好像去前面直接抄就可以了 接下來第二個 按下按鈕後才能畫出散步圖 沒有按按鈕的時候不能畫 按下去才能喔 上傳 我們之前是上傳完他就直接畫圖 對不對 現在變成是上傳完了之後要按了 才可以畫圖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第三個是 可以選散步圖的顏色 所以你可以去練習衣那邊抄 練習衣的答案那邊抄 第四個是 可以下載這張圖 哇這個就難了 因為之前沒教嘛對不對 來download的要怎麼用咧 你要下載圖 你要畫一張圖的話 你要畫在一個pdf檔底的話 你需要這樣的語法 這樣可以畫 可以下載圖 然後之後 後面都不重要了 好 我們給大家 20分鐘的時間 先10分鐘好了 我確定一下大家做的狀況 應該這個10分鐘應該做得出來 如果大家做不出來的話 我再來看一下要怎麼處理 好 我們 我現在就直接示範怎麼做 注意我的解題思路喔 注意我的解題思路 請 請你就是 回去一定要練習 不不不 你這節課就這個樣子了 我 強烈懷疑你們是沒有辦法交出期末作業了 好不好 你們不要整班都寫心得嘛 不要整班都寫心得啦 好 那我們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在 呃 我們剛剛在這裡 APP這裡 是這裡嗎 不是 買APP這裡 好 這個是我們 這是我們剛剛 練習題的最終答案嘛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直接從這裡改 直接從這裡改 好 可是 我現在上傳了以後 我需要 按了按鍵才要出這個嘛 對不對 所以我需要先加一個按鍵 你應該可以接受吧 先加一個Action Button 那Action Button怎麼加呢 在這裡是不是有Action Button可以貼 這裡是不是有Action Button 那我就把它拿過來 好 我先貼來UI 上傳完了以後 來 我先 我就這樣貼完之後 儲存 好 我先按Rub 是不是出現Action Button了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欸 當然現在不會有任何用 因為你還沒有設計他的連動 連動方法 對不對 好 那Action Button 剛剛我們在貼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發現 它Default值是0 它Default值是0嘛 所以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這裡 來 UI 就是 Server這裡 我們在讀檔這裡 我們可以設計 if 這個東西 input的 這個東西它等於等於 大於0的話 大於0才讀檔 好那這樣子我們再按Rub 欸 沒讀對不對 那你按下去以後 欸 它是不是就讀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 好 那接著下一步是 我需要設計Download Button 對不對 我需要設計Download Button 一樣 請你先去前面貼 來 前面在哪裡 這裡嗎 Download的 Download Data Download 在這裡 Download Tool 對不對 我們先把它貼過來 先增加一個Download Button 好 一樣 我們先 關掉 這邊是有Download Data 對不對 只是 下載之後 沒有下載東西 沒有下載東西 這個很正常 因為你還沒有設計 它要給它下載什麼 那接著你可以去Server這裡 把剛剛的這一大段 下載東西的東西 貼到這裡來 不要改它 先不要改它 好 Run 再一次 Run 這時候你按Download 它是不是就下載這個Data One 對不對 但是這不是我要的東西嗎 好 所以我要怎麼改勒 來這裡 我要把它的名字改成PDF Plot.pdf 因為我剛剛在這裡的範例 我剛剛在這裡的範例 這個就是Plot.pdf 對不對 然後接著 你需要在裡面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是檔名嗎 CON是檔名 對不對 所以你需要在裡面 複製貼上 然後把這個東西改成 CON 這樣可以嗎 好 可是除了改這個以外 這個Color 我應該要改成 Input Color 這個應該看得出來吧 這樣可以嗎 然後這個Data 我現在還沒讀檔進來啊 所以一樣 先讀檔進來 先讀檔進來 來 然後 再來畫圖 再來畫圖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你這樣就改好了喔 我們再按下 Stop Run 好 我們先 我們這個時候download 他什麼都不能download 因為他現在沒有檔案 對不對 好 我們再把 讀進來以後 因為我還沒按Action 所以這個時候download 他還是 他還是沒有辦法download 對不對 按下Action以後 我們再download 欸 是不是就出一張圖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 不過 我們這樣做啊 還有一個 就是還有一個缺點 這個 這個層次還有一個限制 我還沒有這個 我還沒有跟大家講 就是 來我們現在按下 Run 我們的理想是 使用者應該要先 上傳檔案 再按Action 對不對 可是剛剛我們Action 怎麼設計的 他只要大於0就會walk 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先按一下 按一下 我按完這一下以後 我們按Browse 這個不是我想要的樣子啊 這不是我想要的樣子嘛 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地方要改 有一個什麼地方要改勒 欸 這裡還是Reactive 我這邊 我這邊給的答案 我這邊給的答案還是 我這邊給的答案Action 是放在哪裡啊 我這邊給的答案 居然沒有Action啊 欸 怎麼那麼神奇啊 我這邊給的答案沒有Action 只有download的欸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啊 好那沒關係 我跟大家講說 我要怎麼改這個東西 有一個 有一個 到就 Re... Event Reactive 本來是Reactive 改成Event觸發的Reactive 然後你可以把InputAction 放在這裡 這個意思就是 Action按了以後 他才會重做一次 他才會去檢查 剩下的部分 就不用管了 就是 就這樣 好我們再做一次 他本來的功能還是一樣喔 就是 上傳完了以後 你還是得按Action 他才會出東西 這樣可以齁 你要Action他才會出東西 好但是啊 我們重整一次 但是你先按Action按了很多次 你先按了很多次喔 但是你這個時候再上傳 你還是要再按一次 這樣可以了解啊 因為 因為當沒有Action去 Trigger他的時候 他是不會Walk的 這樣可以齁 好那 我們 再給大家 五分鐘的時間 大家稍微 沿著我的思路改一改 好不好 好那我們就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最後我們今天要教的東西是什麼 好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現在所有的 控制元件 所有的控制元件 都是預先指定好的 如果說 有一些東西是使用者上傳以後 你才要決定的 現在是不是做不到 我這邊舉個例子 在使用者上傳檔案以前 你會知道這個檔案的 Column name 是Height, Weight, BMI, Collector 或那個 就是三川甘用紙嗎 不會嘛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要等到使用者上傳完檔案之後 你如果要他在五個變相裡面選兩個變相 你必須要等他上傳完之後才能選對不對 你才知道這個資訊啊 不然他改名字了你怎麼辦 大家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到底現在要怎麼做咧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 首先我先 在這邊有一些語法要示範 就是 如果你把檔案讀進來之後 你選了兩個variable 你就可以 畫這兩個variable 做這兩個variable 特定的linear regression 跟做 特定的 這個散佈圖 這個 這樣是不是比一下子 全破全部的散佈圖來的高級多了 可是問題出來啦 我們要怎麼做咧 我們需要 首先我們需要知道 我們檔案讀進來之後 我們要怎麼把 名字叫出來 我們要用Column把它叫出來嗎 然後 並且Column裡面的第一個 Column裡面的第一個 第一個元件 第一個元素就是 第一個變相 第二個元素就是 第二個變相 以此類推下去 那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來 選擇 變數 然後做linear regression 好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懂了以後 接著我們要隆重介紹 random UI 跟UI output 等一下我們就要來實現 這個神奇的功能 好 我們來看怎麼做咧 好 首先 我們先複製貼上 我跟大家講啊 就是我們現在一律就是看到新東西 就是複製貼上 不要講 不要講 就是不要去等那些 有的沒的 我們來複製貼上 好 好 這個看起來一開始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對不對 來上傳檔案 哎 這裡是不是出現了 這裡是不是出現 這裡是不是出現 對不對 然後你看哦 我現在是 我現在這是 我現在這是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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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來 BMI BMI 是不是在這裡 現在用 用 好 看得出來我在做什麼吧 這一個圖是不是 隨著這個改變了 好 然後 來厲害的東西在這裡 你可不可以會覺得 這個是我預先指定的變數名稱嗎 對不對 來我們把那個變數名稱改掉 來到桌面 我們把這個example 好我們把它改成 這個 ABC好了 好 這個 我們如果 這個絕對 如果說我們沒有那個就是 如果說我們那個 就是 預先寫在程式裡面的話 他絕對不知道我們要改什麼 名字嗎 對不對 好我們再上傳一次 看到了 這裡真的被改掉了 真的被改掉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不是很厲害 所以他是讀了檔以後 我看到哪些 他念之後 我才 我才去 產生這一個 我才去產生這個元件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們 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實現的 來 我們在UI端 File Input 這個非常標準 Help Text 這也非常標準 這裡顯然是關鍵 這邊有兩個UI Output 欸 我們 Output 本來不是都是 Plus Output嗎 這邊怎麼會是UI Output UI Output 就是 意思是說 你等一下 你的控制元件 是在Server端去產生的 然後他再把它 Output成一個 我們想要的UI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這邊 有兩個UI Output 一個是Column1 一個是Column2 我們看一下Server這裡 讀檔這裡 我們前面就已經交到了 這沒什麼了不起 接著下一步 來這裡 檔案讀進來以後 把Column1 把它 把Column1取出來之後 請使用者 輸出Select Input 這個Select Input 就會隨著UI Output 到達這裡來 讓他變成這個東西 是跟著這個Data 跑的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接著下一步是 這個Data 進來了以後 我們先看 有Data 並且要有Input Y Input Y 在這裡 這個是Input Y 對不對 請我 我不要讓他選到Input Y 這個Column1裡面 不要有Input Y 不要讓他選Input Y 所以你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他只有四個可以選 這邊有五個可以選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然後 他是X 他是Input X 下面這兩個 Summary跟Plot 就沒那麼了不起 這Summary就是 Input X 選擇 因為Input X是一串文字 然後把文字當索引 選擇這個Data裡面 的資料以後 Bit X Linear Regulation Summary Plot出去 就這樣而已 所以說 關鍵就是 我用UI Output 把我的控制元件 藏到Server端去決定 這樣都有意思 所以本來我們的整個流程是 UI輸入參數 進Server 然後Server運算完之後 回傳到UI 這樣就收工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變成 UI 讓使用者選一個檔 進Server 產生一個 就是產生 就是產生一個新的控制元件 又丟回UI 使用者再根據這個 新的控制元件 寫UI 再丟回Server進去運算 最後再把圖畫出來 大家聽懂我意思嗎 透過UI Output 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連續的 這樣子 回到Server 再Server 產生UI 再回到Server 再回到UI 再產生Server 而且注意喔 這兩個UI 它不是同時完成的 它其實是 這個UI完成了以後 才完成這個UI 因為這個UI 先 五選一選完了以後 必須要它選了以後 我才能選擇說 我剩下哪四個給你選 所以它其實實際上的流程是 UI到Server 讀檔 讀檔完之後 產生控制霸1 再回到Server 回到Server之後 產生控制霸2 再回來 再回到Server 產生圖 再回到UI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它其實有多重的交互在裡面 好 那我想要讓大家改一下這個東西 我們剛剛是用 Linear Regression 我們改成 Correlation 那 Correlation的話 你需要選擇 你要用 Pearson 還是 Pearson 我們給大家試一下 這個題目應該不是那麼難 我們把這個 我們把這個結果 讓大家給大家看一下 好 謝謝 好 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 我們要換個分析方法 對不對 其實真正要改的地方 如果你 就是你對整套 就是 Shining App 非常了解的話 你會發現真正要改的地方 只有這裡 好 但是 你這裡 你需要先增加一個 Select Input 你可以加一個 Radio Button Radio Button 好 Method Method 然後 Please Select Method 好 然後這裡可以給它一些Choice 那Choice 這裡可能就是什麼 Pearson 啊 或是Pearmint 好 那 這樣子的話 我們先這樣子 然後按下這個 先按下這個 Run 好 這邊是不是有多東西可以選了 這樣可以吧 好 然後接著 我們把 Server端這裡 把這一行改成 改成這個樣子 好 這個Summary不要了 好 那這兩個顯然就要換成X跟Y X跟Y X跟Y Method的地方 我們就要換成 Input 裡面的Method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你看 還不行 還不行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不給面子 怎麼會這樣 喔 這裡 這裡是Result 這裡不是V啦 這樣可以齁 我們再一次 好 你看到了嗎 這邊是不是交換了 這邊現在是Pearson 然後這裡是Pearson 然後這裡一樣 你可以隨便 你要改什麼都可以 他這個數字 就相對的改變了 好 這一題的重點 並不是教你去 練習使用RandomUI 跟UI output 重點是 你現在對整個 整個APP的架構 程式架構 你應該是非常了解 他是模塊化的 然後你想要改什麼東西 你只要去那個地方 精準的修改 就好 剩下的地方都不用動 好 我們今天有一個小節啦 就是 我們今天又教了很多東西 但是我感覺吸收率 並不是非常良好 那 我強烈的建議 就是在下一節課來前 希望大家把這個部分 就是先弄好 好那 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然後另外就是啊 我只說期末作業是要上傳網站 對不對 是不是 呃 你們可以先 我想要確保你們所有人 都有這個能力做到這件事啊 我們是不是 可以在就是 阿源這裡 這裡 先上課這裡 你可不可以先看一下這個網 這一堂課的內容 那這堂課的內容 後面有一個 教你怎麼樣去把 教你怎麼樣去把 這個東西完成 好不好 我希望你們 下一節課來以前 你們至少 可以先隨便上傳一個課堂作業 確保你們會 上傳一個 然後你們 就是給我一個網址 確保你們是 就是 是可以交作業的 好不好 頂多只是 裡面的內容沒有辦法改的 很花俏而已 好不好 如果真的 這件事情做不到 你覺得 學阿源就是 對你來講是一個痛苦 那我們下節課的時候 你就跟我講說你想交情德 好 這樣可以 這樣也可以 那就這樣啦